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這邊很簡單 我們的台灣之光 好多台灣之光 又來一個八方雲集 跑到了美國去插旗子 太棒了 所以只要是由我們台灣的企業能夠把觸角伸出去 進軍到世界 我覺得都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八方雲集到了加州去開了他們的分店 所以這邊有個小標題 一個照片大家看得到 八方雲集有各種菜 Dumpling Shop expands to the US this week with a city of industry location 所以美國有一個都市 真的就叫做 city of industry Industry當然有工業之類的意思 可是也可以理解為產業 你是什麼產業的 我們講說你是 industry 這讓我想起來我曾經有發生過一個 我們台灣蠻丟臉的新聞 我們這裡也說一下下 我記得好像那個時候是南橋這家公司 他們從澳洲進了一批原物料 南橋程度上是有在做食品 那個原物料上面寫著 for industry use 結果被我們的國家單位找到 看到這個就說 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啊 他們以為這個叫做工業用 工業用的東西你用在食品上怎麼行呢 聽起來就非常的不OK 可是偏偏這個 for industry use 叫做 就歸你的產業用 而至於什麼產業 鬼知道啊 食品產業很OK嗎 如果真的是工業用的話叫做 for industrial use 所以industrial這個形容詞 跟industry use 就是不一樣 所以industrial 才是很精準的就是被理解為叫做工業用的 所以industrial machine 這些工業用的一些機器或什麼的 那industry 是可以被翻譯成產業的 所以他們這一批原物料其實根本就沒問題 那這個事情發生的背景是發生在那個時候食安問題的時候 所以食安也順便說一下 食安叫做 food safety 還是 food security 呢 兩個都有 這兩個詞都是正確的英文名詞 那 food safety 叫做食品的安全 所以我們說的食安是這一個 食安 那 food security 是什麼 food security 是你有沒有飯可以吃 所以非洲的人民往往面對的問題就是 food security 因為他們不見得有飯可以吃 其實很好理解吧 好 所以這個也順便補充一下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只是在 food safety 的這麼一個背景下 所以很多東西都很敏感 所以說這一批原物料被人家被國家看到之後 就覺得怎麼可以上面寫的 for industry use 你怎麼可以拿來做食物給大家吃呢 這真的誤會一場 所以還不來找我學英文 真的是 Alright 所以講回八方雲集 我們沒有在講食安 我們在講的是它在 city of industry 這個很有趣的名字的一個城鎮落腳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往下看一下它 這是 Los Angeles Times 的一個報導 它其實就是一個小小的 你可以想像如果今天這是印出來的報紙的話 這只佔了一個很小很小的篇幅 就只是因為這算是幫人家打廣告 他們不太會做這種事情 所以那個小報導OK啦 好 我們就讀一下吧 A prolific Taiwanese dumpling shop launches its first US location on Friday 能不能再放大一點 好 可以 所以 launch 所以推出的 就是啟動了這樣子 那 prolific這個字啊 就是多產的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它跟productive其實還蠻相近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說 例如說一個作家很多產 作品這個 我們有時候有個詞叫做著作等身 寫的書堆起來跟自己的身高一樣高 最好是啦 但總之Prolific這個字就這樣的意思 多產的 所以我們就說 Prolific Writer Has lots of works 這樣可以理解 所以這是台灣八方印記 應該到處都有嘛 所以他說他是一個 Prolific Taiwanese Dumpling Shop Dumpling就是那個餃子 那就知道 所以八方Dumpling With more than 1000 of outposts in Taiwan, China and Hong Kong We'll open in city of industry With handmade steamed dumplings Griddle fried pot stickers Noodle bowls and Taiwanese snacks Such as popcorn chicken soups and pickled vegetables Along with soy milk and teas 哇 好長的一句話其實 所以簡單的說 從這個八方Dumpling 一路走到這邊 句點這樣子 那八方Dumpling它怎樣呢 那豆點豆點就補充內容的部分 所以用一個介系式便宜來當補充 它有著超過1000家的分店 所以分店其實你可以說它叫做branch ok 所以branch有分店的意思 銀行的分行都是叫做branch location 我們在哪裡有個location 那如果今天是加盟店的話 還有一個詞叫做franchise 加盟店 當然franchise就大企業的意思 所以像美國的那種職業球團也叫做franchise 那回來這裡 所以它包含Dumpling有超過1000個outposts 台灣中國跟香港 outposts還有另外的一些意思 包括有一個城堡 然後外面有一些點有沒有 也可以叫做outposts這樣子 防守點或之類的 好啦大家懂意思 所以開在這邊 那它是手工做的handmade steamed dumplings就是我們講出來的 就是蒸的水餃這樣子 然後蒸煮吵炸的蒸 steamed dumplings 那第二個字我就覺得很有趣了 它講的是grittle fried pot stickers pot stickers 我只能理解為鍋貼了 那它的翻譯就大概就是鍋貼 也還不錯說真的 那pot這個字鍋子 sticker有貼紙的意思 鍋貼 pot sticker 這翻譯我可以接受 那什麼是grittle我們就來看一下 因為鍋貼是要在那個平鍋上 就那個可能也不叫鍋了說真的 我們都看到都是那種鐵板燒的那種 一片的鐵片的台子對不對 所以那個就叫做grittle 我們再多學一個字叫做grill 所以grittle跟grill的分別 grittle剛剛講的就是鐵板 那你也可以叫它 如果你講到鐵板燒 有一個詞叫做tepanyaki 這個就是日文鐵板燒 那在美國聽也聽得懂 但是他們有另外一個字叫做hibachi 所以這個hibachi就是 我想可能也是日文吧 但總之我的理解就是 這兩件事情是同一件事情 hibachi 像美國有一個很著名的連鎖店 叫benihana 那他就是在賣hibachi的這樣子 好所以grittle是鐵板的 那條狀的那一種 就是我們吃barbecue的時候 然後煮出上面有一些grill mark 所以多補一個詞 grill mark 就是你知道肉上面有那個 橫條交錯的網狀的那個樣子 那個就叫做grill mark 那那個需要條狀的才能烤得出來 所以說grittle跟grill的分別就在這裡 OK所以你都可以教它 都可以教它 什麼東西啊中文該怎麼說啊 叫它煎嗎 你在這個煎鍋上煎 那不對barbecue不叫煎 叫做烤 但這個烤我們又理解 像例如說烘焙的烤又不一樣 所以像你說把一個雞 放在那個烤箱裡面轉轉轉那種烤法 那個烤跟在barbecue爐台上烤 英文又不一樣 那我剛剛講那個雞在上面轉轉轉 那個叫做roast 就一個用放在烤箱裡面 然後你大家懂我意思啊 轉轉轉轉轉 然後越烤越黃的那個概念 所以那個叫roast 然後在barbecue上面一條一條的 那個叫做grill barbecue grill 好那鐵板是grittle 那應該就沒問題 所以他們的鍋貼具叫做grittle fried pot sticker Cool noodle bowl 就一碗一碗的麵 這樣子 noodle bowls 以及台灣的一些點心snacks 好比說它這裡舉幾個例子 我們說的爆米花雞啊 popcorn chicken 其實我不吃肉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popcorn chicken 到底吃起來什麼樣子 湯 以及還有像是這裡講的pickled pickled vegetables 什麼是pickled呢 那個酸黃瓜就叫pickled 所以醃漬酸黃瓜的那個醃漬就叫做pickled 所以這邊就是醃漬物出來 醃漬出來的菜 所以叫做pickled vegetables 這個字應該也看得懂 pickled vegetables 多講一個字 就是我們除了醃漬東西出來吃之外 台灣還喜歡很滷對不對 滷東西 那滷的話就叫做braced OK braced 打一下這個字好了 滷出來的 滷味的滷 braced 好所以我們今天講的主要就是 跟食物或者是烹飪上煮東西 我不是專家 可是我反正就知道一些相關的字 還是可以介紹給大家的 好所以 然後還有豆漿跟茶這些的 然後所以這個casual new spot 就會從10點開到10點 所以每天開門10點打烊 那他是個很非常隨性的地方 所以他還強調這是一個casual new spot 所以不需要dress up來去這個地方 連地址都給了 所以還不錯電話 好那我們多講一個東西 就是我在標題裡說的 真竹吵詐到底該怎麼說 其實裡面好幾個字都有involved到fry這個字 只是有不同的fry法 煎 那煎的話一般 像我們剛剛其實已經可以想像到 鍋貼是用煎的對不對 煎鍋貼 在鐵板上面 或者你也可以稱那個是平底鍋的概念對吧 只是說可能我們的 在一般店裡面是那個一張大大的方形的 那你在家可能用平底鍋來煎 所以pan fry就是煎 OK 煎煎的煎 煎這個字 該怎麼說呢 因為我有同學 學生們會說 老師難道可以用boil來說是煎嗎 我想想不對 因為boil boil的概念叫做煎廢 所以把東西給煎廢了 叫做boil 那我們講的煎應該是有調味的那種煎 調味還有一個順便講一下調味的英文 我們有時候叫它seasoning OK 你這個東西需要一點點seasoning 調味這樣子 you add in some flavors OK 所以煎的話呢 就跟煎廢不一樣 煎廢只是把它煎滾了煎到100度 煎到會boil 冒泡泡泡 那我們這邊講的煎大概其實也就是cook 我想 所以煎煎 那炒的話呢 炒的話因為有用到這個翻的動作 所以你在炒的時候會翻翻翻 那個翻我們就叫它stir 所以stir fry 就叫做炒 OK 你的咖啡在那裡加了糖跟奶精在那裡攪攪攪 那個動作也叫做stir 所以都同一件事情 那炒我們會用到那個翻來翻去的那個東西叫什麼 看中文卡住 翻炒的那個叫做 英文我知道啦 spatula OK 所以spatula 所以炒菜的那一根 我現在還是想不起來 我的中文有爛到這個地步來著 好了 下面補充 我自己想一想之後 自己留言補一下 或者有同學可以幫我補也可以 spatula 就是翻炒的時候用的那一根 前面一個扁扁的 然後可以把它翻翻翻的那個東西 spatula 炸呢 那炸因為是我們的理解是那一種 像炸薯條嘛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要很多的油 然後把你要炸的東西整個泡在油裡面 然後就用一個很熱的方式 熱油把它炸一炸 油條啦之類的都是這樣的炸法 所以這個炸 因為它你需要把它浸在油裡 所以叫做deep fry 所以就先把英文打出來 deep fry 這個就叫做炸 所以煎煮炒炸都有了 OK pan fry cook stir fry deep fry 那當然還有其他種烹調的方式 那我們今天講到這裡其實也可以 我只是想簡短介紹一下 我們八方雲基 台灣之光 有一個台灣企業 能夠到別的國家插旗子 我覺得真是很棒的事情 好那今天的幾個字 其實都還蠻簡單的 但我們小小複習一下下好了 所以剛剛說的產業用 就是industry use 工業用才是industrial use 所以industry跟industrial是不一樣的概念 食安叫做food safety food security是有沒有飯吃 所以我相信它有對應的中文名詞 這是我現在想不起來 所以我們那就算了 金主炒炸剛剛講的英文 這是比較下面的 因為我想要這個標題 所以這邊中文寫了一下下 剛看到另外一個字 prolific 所以他們說八方雲基非常的prolific 分店很多所以很OK 所以prolific多慘的 另外一個字productive 大概就不會用在八方雲基的身上 可是像剛剛講到作家 如果他寫了很多東西的話 你說他是一個prolific writer 你也可以說他是一個productive writer 是沒問題的 OK 那你今天過得不錯 你今天讀了很多書 記得很多英文字 你覺得你今天過得很充實 你可以說 I had a productive day 你不會說 I had a prolific day 聽起來蠻奇怪的 所以我雖然說 它兩個字的意思 但是還蠻能夠互相解釋彼此 可是我會覺得有些地方 只能用一個 不能用另外一個 像剛剛說的 你今天過得很充實 做了很多事 That's a productive day That's not a prolific day I don't know what a prolific day is 這很奇怪的一個概念 好然後分店 你除了叫做outpost之外 你也可以叫它branch 如果今天是加盟店 叫做franchise 它是在這個都市 這個都市叫做City of Industry 很有趣的一個城市名 然後剛剛講到幾種不同的廚具 Griddle的話是鐵板 Grill才是那種一條一條的 BBQ的那種 所以都是烤肉對不對 那我可是在鐵板上操作 好像不叫做烤肉 我們還是叫鐵板燒 好那所以Tappanyaki 或者叫做Hibachi 都是油的這樣 那條狀的Grill 我們剛剛說的 那上面有那個烤出一條一條的 網狀的那個東西 就叫做Grillmark Grillmark 那我們如果放在烤箱裡面 然後在那裡轉轉轉 那一種烤雞啊之類的 我們叫它Roast 但像我們台灣現在很流行的 那個什麼炎上有沒有 炎上徐乃琳 那也是用這個字Roast 這也是也是西方來的 說實在的 好Picco的話是 我們講的煙黃瓜 所以叫Picco 那煙漬的這個東西 其實就可以叫Picco的 就變成被動的 所以你這個東西是煙過的 所以像例如說 那個煙過的蘿蔔之類的 蘿蔔有一個詞 好像可以叫做radish OK 所以Picco Radish 還可以理解 煙蘿蔔 那滷的話叫做brace 所以東西是被滷好 所以也是被動的 所以這樣這邊要是一些滷什麼 滷豆乾 所以你可以叫brace tofu之類的 tofu curd或什麼的 好 那fry這個字有很多的變化 煎煮炒炸裡面好幾個字用得到 煎的話是pan fry 那煮沸是boil 那有調味的叫做cook 那調味你可以用seasoning這個字來說 那season不是季節嗎 可是真的可以把它翻譯成調味的意思 那炒的話是stir fry 就攪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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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攪拌需要用到那一根 我現在還是想不起來中文叫什麼他媽的 所以他叫做spatula 英文叫做spatula 炒菜的鏟子嗎 鍋鏟了靠北 鍋鏟這個時候想那麼久 鍋鏟spatula 想起來了下面就不用補充了 然後最後的炸 deep fry 好生炸的概念 可以到這裡ok 那再一次恭喜八方元吉 我這個沒有代言 所以你們要付一點廣告費 我也是不介意啦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